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台東分會舉辦了獎助學金的補助頒發 針對高中職學生進行就學補助 已經辦理24學期 而在台東有532位學生受會 縣長夫人陳林彥 議長饒慶林都出席與會 也為這一些學子加油打氣 然後最後我要送給我的 送給各位同學跟來賓 我的生活的這個秘訣 因為你們這麼年輕 你們人生的路還這麼的長 一定是每天都有好事 跟你不喜歡的事會發生 但是你永遠記得 不要去抱怨要感恩 當我們用這樣感恩的心 在生活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帝一直為你開門 一直吃更多的祝福 包括我們的國際地標 也是全國競爭型的 的經費 只選一個 一開始大家都說內定是台北 我們沒有希望 可是縣長就不放棄 縣長就說我一定要試 我們就盡力的去試 你看六千萬國際級 這是美國一個知名的 德國美國總統建築設計獎 真的恭喜每年都有好多好多的獎學金 但是婦聯的獎學金是非常的歷史悠久 而且是如果你回頭去看還跟這個蔣夫人有關係 所以各位同學我們今天這一份心也許不是很多 但是希望你們能夠放在心上 然後能夠將來有機會 希望能夠也幫助更多人 助學金每一位都頒發新台幣一萬元 希望可以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的學習 同學也感動的發表感言 感謝婦聯會這次的幫助 就是可以讓我在假日的時候不用去打工 他們也說了要盡自己的一己之力 來回饋社會讓台東更美好 以上新聞東台宣布溫格的參謀報導